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這幾天又一款打著回憶 來檢測玩家智商的遊戲上架 我也不知道該如何吐槽起 月之國度 LUNA正版IP授權 開發商上面是寫XH Games Studio 但基本上是查不到資料的 只能說Google商架審核太過放鬆 目前唯一找到有關聯的開發商就是 正將遠利網路科技 但只是小公司也沒太多底 而在台灣的新聞稿寫道 於台港澳地區 率先啟動Android版付費三檔測試 不是大廠還敢學別人這樣搞 也是敢於冒險 但還真是巧 中國在去年也有一款月之國度 內容一模一樣 然後在去年的3月跟7月 進行三檔不收費內測 現在也能在一些小網站下載 只是目前停服中 一樣也只有Android版沒有IOS版 畢竟Apple上架的審核機制比較嚴謹 而且當時主打的說明也不是什麼 韓國原廠與LUNA IP正版授權改編之類的 就單純聳動標題 Q版NNO冒險手遊大作登陸國服 日韓玩家早已玩瘋 再搭配個虛假廣告 可惜沒有掀起什麼熱度 結果現在跨海加了個LUNA正版授權 直接又當成另一款遊戲上架 跟最近的某回憶差不多 兄弟黨來著吧 而這次代理跟開發商都不寫 甚至省錢連官網都不架設 翻牆註冊FB用就好 反正版權問題告不了 錢賺到就能跑 以後看到這種遊戲 一概先當流氓處理 那稍微來講講LUNA吧 開發商是韓國的EYASoft 台灣的代理商是OMG 對這間的印象就是各種商城扭蛋 以前有玩過一段時間 但後面越練越乾 玩到七八十左右就放棄了 而近期這間公司還推出了NFT 真的不管什麼產業有話題 都能讓商人見縫插針 不過賣不出去都是這批局啦 然後該公司的老闆 目前還在內線交易的訴訟中 只能說施法加油 回到遊戲本身 就是很常見的放置型量產MNO 大部分情況放的不動就會自動進行 自由 時間 娛樂 一次滿足 打造廠商與玩家的雙贏局面 其他玩法千篇一律 就不多贅述了 我其實認為這款最初的設計 就是碰瓷之前的風之國度這款遊戲 看LOGO設計風格有沒有神勢 角色選單 學一下 UI風格 學一下 唯獨一向學不了 人家有綁號你沒有 結論 熊兔腳不碩 池兔眼迷離 兩兔傍地走 安能變誰似換皮 這種一看就沒保障的遊戲 建議掠過就好 不需要浪費時間 如果手養課金也不要後悔 畢竟沒提供電話跟公司資訊 FB突然永久刪除也是很有可能 到時候追討起來也很麻煩 至於下一款正版授權會是誰呢 敬請期待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冰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2 3 3 5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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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